首先来带您看到的是 内地股市方面 今日护升两次是高开高走 随后回落 护止早盘是一度逼近了3300点 午后维持窄幅震荡 尾盘指数向上发力 来看到截止收盘 上证宗旨时收报在了3273点 升23点 甚至成指收报在11088点 升75点 我们再来看到港股方面 横止早盘是高开0.7% 那么之后就维持一个高位震荡 午后涨幅收窄 来看到截止收盘 恒生指数是收报在 22874点 升了88点 全日成交额是在748亿港元 好了 老师我们来说这个A股 因为现在在之前 大家一直在讨论 好像这个A股的走势 非常上这个2014年的时候 这样一个情形 就是说好像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是整个的这种权重股暴涨 反而这些中小市值的股份 是比较的低迷和平静一些 好了 那就在大家 比较乐观的时候 结果我们发现在昨天 以中字头带头的这些权重股 是有一个大幅度的集体的下跌 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户值 也是有一个窄幅的震荡 来说这个整个12月份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12月份应该会是一个 集体的解禁潮 所以整个市场会觉得 这个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流动性 是会有很大的压力 包括这个股票市场的话 可能会比较的波动一些 您怎么来看A股市场 A股反正就是说这一段 应该来就表现还不错 对吧 这个当然跟它本来就 从低位反弹的技术效应 另外当然还跟中国经济企稳 也是有关系 中国特别企业盈利 也是有比较大的改善 那么一到10月份的 工业企业利润的话 是一到说8.6 就10月份还更高一点 9.8 那这个去年是负的 那所以这个从基本面 确实也是支撑这个A股上扬 当然就是说它都是这样 股票都是这样 你上快了就有调整的这个可能性 比如全中股前一段上得比较快 昨天又调整了 那12月份就是说有解禁潮 所以我想就是说在年底之前的话 可能就是这种震荡 就是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机会 那明年的话要看这个整个经济情况 中国经济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 我相信还是其实比较稳定 但中国经济也受到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 那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以后 到底是一个什么政策 我们对全球经济 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这个不确定很大 所以明年A股的表现 就是说也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我们来看最近这一段 这个A股当中一些板块 好像是金融股方面表现得还不错 包括像这个保险 券商 以及银行股方面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想要让这些板块继续上涨的话 它要很多的资金来支持 那么在之前也说到 其实如果真正的深港通 就算是开通以后 它对这个存量资金的增加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只是说在这个投资方式上 可能有所改变 那你觉得在这些板块上 之后这个上涨的幅度还有多少 这些板块最近表现不错 也是因为以前太低了 而且现在适应率 按照价格 所谓价格还是便宜 现在适应率应该也非常低 那么所以 但是中小企业或创业板 那些适应率是高很多 所以最近它有所上涨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就像你说的盘子太大 而且就是说 但金融股里面也要看 保险股应该来讲 从发展潜力下来比较大 但是银行股的话 我觉得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那今年的话可能是利润来讲 顶多1% 2%的增长 以后当然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但是要回复到以前 每年30% 30%增长的日子 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从银行股来讲 你要是大的上升空间 也是不大了 所以您的最主要的观点 就是因为这些板块有所上涨 还是因为之前跌得太厉害了 跌了 还是便宜 还是太便宜 我们来说港股方面 我们看恒生指数 在最近这段时间 是不断开始有所上升了 有所回升 也是突破10天和20天线 那么可以从技术上来说的话 已经摆脱了一个疲弱的态势 但是我们也要来想一想 因为之后在12月份的时候 有美国加息的预期 还有意大利修宪公投 所以您怎么来看 是不是说等到所有的这些 外围环境的不明朗因素 全部都明朗化了 包括在12月份的时候 好像有很多基金都非常喜欢 粉饰橱窗做得好看一点 那你怎么来看恒生指数 今后的走势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在年底之前 可以上到24000点的位置 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还是会震荡 还是震荡 不会说就是说 再继续的就直线的往上走 因为年底之前 就看看有多少好消息 或者坏消息了 那年底之前 美国加息 肯定是基本上可以决定 当然这个已经预期到了 它加了以后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动荡 那么利好因素 当然中国经济的看数据了 因为11月份PMI也不错 那就如果第四季度 能够像前三季度来稳定下来 这当然对中国经济来讲 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么对A股也好 H股也好都利好消息 但是跟A股一样 H股也是一样 就是说全世界都一样 全世界的股票市场 全世界经济都要看特朗普 他到底是要怎么做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再像欧洲 欧洲除了印托以外 还有这些民税主义 像意大利 德国 法国选举 所以应该来讲 明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 那么不管经济也好 还是股票市场也好 那我们先来说回到 美国的股票市场 因为之前大家的预期 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这个股票市场 跟以前的预期完全是相反的 以前说是有可能会崩盘 结果现在欣欣向荣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罗素2000指数是上涨了11% 那么道琼斯指数是上涨5.5% 金融股上涨14% 能源股走高9% 四大科技巨头股价是下跌了6.2% 那你怎么来看这个趋势呢 美国我觉得应该来讲 就是说已经是很高的位置了 就是应该来讲是有一个比 起码有一定程度的泡沫 那么当然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股反而走强 美元反而走强 这个是跟大家预期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特朗普这件事情 不但是一个黑天鹅 而且这黑天鹅变色还蛮快的 一下子变成白天鹅了 就是说他当选大家没预测到 他当选以后市场的反应 也是出于大家的意料 这就说明这个世界 真是充满不确定性 那从美股我个人感觉来讲 当然如果特朗普上台 他政策 经济政策如果是执行得好的话 他真正能把经济搞上来 那么美股当然往上走的机会 也是还有 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容易 经济搞上来 比如说特朗普的一些政策 我也不知道他最后能准备实现 他就是说要搞基建投资 基建投资的话是这样 你这个必须要政府搞 民间像奥巴马他也说搞基建投资 那时候他说民间没有人参加 那么你要政府来搞你这个钱 对不对 完了以后又要减税 完了以后你要加强 又要增加那个均配支出 这我不知道他这个钱到底怎么弄 那肯定是打赤字 打赤字就要买国债 对不对 那是又新一轮的宽松了 那债务本来就是说债务率就很高 那么所以说他怎么做到这个 这个真是要看他要需要很高的艺术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非常大 所以再加上他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也的确是给全球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我很担忧 好